不是說現在要開去外面 但是給他測試看看 因為他就尊重當事人的意願 對啊 疑似編織有沒有 你想先開哪一台 我想先開這一台 我們試開這一台 哇 你喜歡奶茶色嗎 對 奶茶色放久以後就變白 沒有啦 那誰敢買奶茶色 我跟你講呢 這個 暫時今天給我一份 關於這台車的一些 基本的數據資料 等一下我再慢慢跟你解釋 好 可以分析給我聽 對 妳再開看看 好 看感覺 好啊 來來來 上車上車 先確認一下 來 妳駕照不是拿雞腿換的 不不 還是拿鹹豬肉 他們送我的 OK OK 有啦 剛剛 看妳開BOBO其實是OK的啦 喔 還行還行還可以 以女生來講 妳不屬於三寶那一種 技術很好 哎呦 對 謝謝 那就往前走了 那我們出發囉 喔 它是1.2升 我在英文播不好念喔 DUAL JET DUAL JET DUAL JET 應該就是雙噴射引擎的意思 跟那個剛剛綜藝姐介紹的那一台一樣 它也是這個ISG 整合啟動馬達發電機輔助 83匹的馬力 嗯 11公斤米的扭力 但這不知道啊 女生一定不太懂這個東西 對 這太專業了 對 女生就是中直覺啦 對 就是開 感覺好不好 最重要 空間感 什麼之類的 妳選車是會中 配備還是中 外殼 我會中配備一點 嗯 而且我發現它其實這個 方向盤上面超多 很方便可以讓我們 比如說因為有時候開車 比較方便用手機 它上面就有很多介面 可以去做使用 它這個支援Apple Card Play跟那個 Android的Auto 很 實用的配備很重要哦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App 都在手機裡面 對 包含導航啊 或者音樂啊 可以連我們的手機 這個螢幕是7吋的啦 這個算多功能的顯示螢幕 那 連接我們的手機以後呢 我們手機上的幾個基本App 就會在上面 喔 這麼方便 妳是用Google導航啊 還是用我們的那個App地圖啊 是 好 都可以使用 如果妳是那個 安卓系統的話呢 它也可以支援安卓 都可以喔 它這部車是 兩種系統都支援的 很方便耶 喔 它有倒車顯影功能 對女生特別重要 對 有很多女生倒車是靠直覺 那他直接不小心就會知道 沒有 反正撞到就會有聲音 碰 以前爸爸 因為 車子的科技沒那麼強 喔 那倒車很帥耶 那個都是 右手要輔助 副駕的這個 很帥 他們會這樣 頭枕這邊 像話嗎 嗨 所以我的車也是倒車顯影啊 它也有異常的清楚 但是我在老婆的時候 也是故意要做 妳剛剛那個動作 帥氣 然後她自動就把頭 我靠過來 哎呦 然後把我打檔還打錯 打到哪裡去 打到乖乖的地方去 有 這夫妻的情趣啦 一定要 一定要 它這個車 它就是 強調它的靈巧性 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在運動 在馬路上喔 靈活性也很強 很容易在馬路上駕馭 而且我發現 因為它車子很輕巧嘛 所以 左右換道的時候 妳就不用擔心說 妳的車子太大啊 或擔心就A到 而且重點是我發現 這個視角的A柱 我的車子 因為它的A柱 它就會比較 比較寬 所以我都要這樣開 其實沒有 它的視野 非常的好 所以我不用就是去擔心說 我會不會去 撞到行人 或是什麼的 就是妳開一開久了 她覺得妳說妳已經 開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車也沒停下來休息 它會告訴妳說 欸 妳該休息囉 這樣 對對對 它不會講妳該休息了 它會用BPP聲 用BPP說 妳該休息了 自己翻譯 對 有的車子喔 它的那個 駕駛逼勞 是會出現一杯咖啡 對 然後再更進一步的呢 它出現那一杯咖啡 妳點下去對不對 趕快接 會那個 再喝一下 然後就喝 這個冰快不夠 妳再放回去 然後再點選 Ice的地方 然後就冰快 太高級了啦 這個車開一段時間了 這個時候問最準 因為妳本來是開Vobo的大車 對啊 現在這個是 零巧的小車 嗯 差別也在哪裡 我覺得視野其實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我發現這個油門 踩起來非常的輕巧 對 妳只要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踩 它的油就是 它的速度會慢慢的上去 嗯 對 而且 我覺得我剛剛發現就是前後那個後照鏡啊 對 它也是非常的輕 車越小喔 對 好處是那個後照鏡的死角 就越少 對 開大車有時候很擔心一件事情喔 就是妳看鏡子沒車對不對 你一轉彎看看 碰的一聲 其實是有車的 對 車越大 死角就越多 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喔 小車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這開起來就比較沒那個壓力了 趕時間的時候 可以在安全的狀況下去 做一個穿梭的步驟 對啊 對啊 我們要找個地方 來測試一下它的倒車顯影 好啊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回到展示間這裡 正好一個車格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倒車顯影的效能怎麼樣 好 有了 嗯 拍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看了這個還到不了車 那我就覺得它不是開車的這塊料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可以啊 嗯 這個非常清楚 現在人很依賴這個耶 我後來 倒車我也不太看後視鏡了 因為我覺得看這個就很清楚 而且它那個線不會扭曲 對 有的攝影機會把那個線變成喝醉酒的人 酒車在看直線一樣 外氣扭吧 它這個 攝影機的 功能 很好 嘿咻 嗯 要掰 好的 OK 非常好 耶 完美 嗨 你們是一個世家還是巨額外 回去 你們想說 你們兩個人消失了 很久 你有沒有發現我看起來累累的 偷喝開風嗎 我講車講得很累了 對啊 怎麼樣好玩嗎 好玩好玩 非常好玩 對啊 這竟然一次OK耶 對啊 還行吧 因為我們在測試它的倒車顯影 它的倒車顯影非常的清晰 你剛剛已經設了Ignis嘛 然後直接坐上Swift 你有沒有先覺得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整個完全就是視覺效果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椅子這個是比較低下來一點點 但是我們的另外一台車它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所以它是比較可以俯瞰前面的路況 視線高度不一樣 對 視線高度 但是以實位來說 你會覺得就是前方那個位置啊 邊緣在哪裡啊 會不好判斷嗎 不會 我覺得也很好判斷 因為它的車型偏小嘛 所以這對於女性來說是非常剛剛好的 而且它前面是很圓的一個弧度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樣看出去其實 你說包括了右邊最前端 那個不太好攀位的地方 你也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就比如說可能A住的旁邊 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對 因為我比較嬌小嘛 我才162 所以對於這個空間是非常剛剛好的 那你有發現它的方向盤啊 方向盤握起來的感覺 以及它所有的就是 東西其實前面這邊是差不多 但握起來那感覺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因為它的椅子是傾斜往下嘛 所以你整個那個視覺的效果 會是比較俯瞰它的感覺 剛剛玉琳哥說 它已經介紹得很詳細喔 動力啊 引擎啊 還有安全配備啊 其實當然兩台車 基礎的設定不會差很多 因為一樣都是1.2的 自然靜機引擎 然後動力就是83P 扭力就是11公斤米 很多朋友看到這個數字就說 蛤 這樣開起來會有力嗎 妳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力 我們可以聽一下 現在這剛好沒有什麼車 我們注意一下 喂 油門才重一點對不對 對 才重一點 這聲音也很好聽 對 聲音也很好聽 重點是其實它開起來非常輕巧 這就是達到我就是剛開始起初 我想問的就是 有沒有一款車 它開起來是輕巧 安全 重點是又可以好好的就是 停好車啊 找位置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車子太大啊 然後車子可能在兩台車中間 就是停不進去 對 但是這款車 非常適合我們女性使用 其實男性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的線條 覺得是男生外觀會喜歡的 對 還有我們坐的這張椅子 它不是皮椅 然後它採取是不織布的材質 其實對女生特別是像妳 對 其實 妳可能常年都穿短褲短裙 是 夏天其實搞不好這樣 是比較不會悶這樣 像姐說的我覺得妳講得非常好 是因為有時候我們穿短褲 然後流汗 像我們去球場運動完之後 開車回家 那身體還是黏黏的嘛 那因為一萬五的車子都是皮革 那妳在離開位置上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有點尷尬 妳知道汗漬在上面 但是因為不織布的材質 它就會不會有這樣子尷尬的狀況發生 回到妳的駕駛感受傷 因為我發現啊 原來很不錯耶 它雖然就是一邊跟我聊天 但是它開車妳就會感覺 它整個人狀態是滿安定的 就是不會有那種車子 很緊張這樣子 對 讓妳駕馭不來的感覺 妳有沒有覺得小車是有這個優點 我覺得小車它的優點就是妳知道 它可以比較好駕駛 然後妳還要好控制它 那空間感是很舒服的 像大車妳就覺得它前跟後啊 妳都沒辦法抓那個距離 妳看喔 我們現在行駛在路上 變換車道的時候 轉個彎 也有盲點偵測 自己有ACC 有AEB 然後妳偏離的車道 它會有偏離的警示 後面車子在八公尺內靠近的時候 它一樣也會有給妳一個警示 對 畢竟女生嘛 開車還是會注意到一些功能性 可以幫我們輔助是最好的 我相信妳只要開過之後 妳就會覺得我很好上手 對 然後它所有操控界面都不複雜 我覺得踩起來 Swift踩起來的油門啊 那個聲音就很溫和很柔順 沒有 我覺得妳講的可能是那種 寧靜度的感受對不對 對 因為以Swift來說 它的整個車子 它還是有考慮到這種空氣力學啊 然後它又比較低趴 然後妳會覺得 包括了外界來的噪音啊 以及本身的這種風切聲 都比較小一點 對 所以妳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對 所以講到這裡 一個妳只跟Swift 現在已經慢慢在妳心中 有些分數了對不對 是 因為這兩台車 其實因為設定上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開起來感受上 妳會覺得Swift的運動性好一點嗎 我覺得它會比較讓我覺得舒適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可能 因為每個人開車習慣不一樣 我覺得在Swift上面開起來 是讓我覺得我很喜歡的 雖然說 現在已經有一點分數了 對 好不好 玉琳哥不在 我們可以講真心話好不好 我最喜歡那一台 這一台 這一台 真的跟我心靈相崩 那開到現在 雲兒怎麼樣 Ignis跟Swift兩台都是 更有特色的小車 有沒有哪一台 現在分數高一點啊 我現在 不知道是玉琳哥我跟你說 我現在真的偏向為Swift 啊 玉琳哥 聽聽真心話好嗎 是不是 來 我們繼續 我們現在走在幸福路上 我有種幸福的感覺 玉琳哥 但是你還是要買車車給我 現在的年輕人都把哥當老兵 但是別人我一定會嚴厲的拒絕 因為我不敢當攤子 可是雲兒的話 我願意 我會願意 聰明的孩子 沒錯 謝謝爸 等一下呢 乾脆就是有一個小測試 好不好 就給他自己停車 對 然後看哪一台車 看路邊停車方不方便啊 最靈巧 最好停車 然後再加上 在都會行駛 你最害怕什麼 回轉的時候 很麻煩 對不對 好 就兩部車都給你體驗 你停車看看 你回轉看看 電池有沒有 好 沒問題 那我們要計時的唷 OK OK 自己跟自己比賽 快走 快走 計時 開始 太驚恐了 但完全沒有 不用再多回一次 不用不用 超棒的 現在看看 Ignis Ignis 其實還沒車之前 我大概已經可以 跟你判斷了 回轉的話 這一台我認為會略勝一抽 因為它的回轉 半徑 據我了解是4.7公尺 對 看看 喔 對 喔 哇 你已經回轉了嗎 對 有人在計時嗎 我記得 喔 你記得喔 還怎麼偷偷摸摸這樣子 計時 開始 一彎現在路邊 停車考驗 跟你平常開大車有沒有什麼差異 差很多 就是我之前都抓到尾巴都抓不太到 好啦 我就會在停車子這樣 牽牽厚厚厚的來回 但我現在只有 一次OK了 一次OK了 超高的 我已經這麼開心耶 真的 因為通常啊 有些朋友是這樣 我妹妹看到一個停車子 對 但是只要是夾在兩台車中間 他莫名的就有一種壓力 很緊張 但我剛剛一次OK耶 哇 哇 好 進行停車 準備囉 沒問題 開始 好 好咧 OK OK 25秒 一模一樣 所以喔 並沒有說車子比較高就比較難停 對 廢話那高歸高 又不是比較長 對啊 所以兩台車的這個停車時間 差不多 而且對於一個女生 25秒算很厲害的 對 真的滿好開的 OK的啦 不過因為你駕駛技術喔 因為今天這樣看下來喔 還是 給你 極高的評價 耶 非常好 謝謝 那現在麻煩了 兩部車其實 條件都非常好 但是 要你做出選擇 嗯 我明信有一個小小的答案 好你也有答案 那你暫時先買個罐子 現在不跟你說 相信你不會讓我失望的 選Sweet 好看好開 中骨架還好 我的Ignif 小巧時尚 萬車莫敵 走到虹檀 最後情歸於誰呢 這就是 圖窮匕首件 荊柯 世情王 哎呀 那我好為難啊 很為難嗎 超為難 你還是Sweet呢 你今天拿一台車 比較新的 有人情壓力 因為車也不是我們在賣的 錢也是車廠在賺 我選擇 來來來 我們跟你手牽手 來來來 來來來 玉琳哥你看我幫你 粉紅福利啊你 真正的福利是我們三個 現在一起 哇 太幸福了 好幸福喔 因為前面 這一條叫幸福路 我們這不是一個正經的節目嗎 來 來 高車實境秀 今天 雲二對哪一台車更心動 我 倒數 我選擇 3 2 1 我選擇 WIN Why Tell me why 我陪你開了一下午的車 不要這樣嘛 來 說說理由 其實我覺得兩台車的性能 以及它的所有的功能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買車的時候 你要選擇你自己適合 以及自己開起來舒適度有沒有 你覺得達到你想要 所以我最後選擇了Sweet 而且 對 OK 因為你都跟你講 它其實基本上還是比較喜歡這種低拍一點的 這車子有適不適合的問題而已 就是它覺得這個車比較適合它 那有的人覺得它比較適合Ignis 所以這個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對 如果你覺得我不喜歡坐進車子需要有一個 你知道沉下去的感覺 Ignis絕對是更好出入 對 對不對 好 而且我覺得 叔叔可以為了讓大家都可以先試試看他們的車 他們在7月份會在駕訓班 駕訓班 辦新手體驗 這什麼特別喔 真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我之前沒聽說過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期待一下 對 對 而且在駕訓班算是很貼心的安排 因為駕訓班有各種路況的模擬 所以呢 陸地定車 造車路過 對 這個車場的用心 因為試車在正常馬路 他們也擔心了 對 你把這車怎麼樣了 他也尷尬 後避場域感覺比較好 不過原來選擇 忠祐姐介紹這個SWIFT 這個爸媽的心態都是這樣 就是尊重兒女的選擇 你喜歡就好 今天哥會買給你 對 好 那今天算圓滿啦 可以選到自己的愛車啦 對啊 我們也歡迎 真的有購車意向的朋友們 可以注意一下我們的購車實際秀 一起來加入我們吧 下次見囉 拜拜 TOKAY的FOREVER 對 地球網際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我們現在自駕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空氣要選到你們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油門 地球低線010一起上線